哈喽大家好 我是Sharon 我以前在职场工作的时候啊 真的 我没有带大家 我120%的心力呢 都是在工作 我白天在工作 晚上也在工作 我连假日时间都在工作 几乎可以说是除了睡觉时间之外呢 我都是在工作 大家不要误会喔 我是做同一份工作 我没有做剪裁 所以就可以想象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花钱 再加上我个性保守 所以我过去的钱呢 几乎都是用傻存钱的方式 一直到最近几年呢 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就是钱呢 真的要用钱滚钱 才能够放大资金效益 不然你的钱啊 就只会被通膜怪兽给越吃越少 再加上你可以预期政府的补助啊 或是劳推荐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 还有提依的时候 要去做好理财这件事情 真的很重要 这样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过好中流老人的生活 记得是中流 还不是上流老人 所以尽量跟大家分享 就是很多朋友呢 也会私讯问我的问题 就是要怎么样用无痛无脑的方式 然后构建一个ETF组合 让自己养好自己以后退休的现金流 进入内容之前 先帮我按订阅 要记得安全不开启喔 觉得多少钱会够用 其实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答案大案也不一样啊 像我阿狗他住在南部 他自己就种菜 因为自己有个田嘛 自己种菜 然后呢他穿得非常朴素 我每次看到他的衣服 几乎都穿一样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只有那101套的衣服 再加上他物欲极低 低到爆 所以要光靠政府的补助金 他就可以过一个月的生活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跟我一样住在台北 这种物价比较高的地方 一个人省吃减用好了 你不用付房租 你也没有房贷的话 你想想看 差不多也要一个月1万5才有办法过生活吧 刚刚提到说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个客观一点数字 有一份调查显示在50岁到64岁的借退组呢 他们觉得说要837万才能够退休 那我们就以这个数字为目标 在不靠政府的补助之下呢 自立自强用四档ETF 去规划好自己的退休现金流 让你存好存满退休金 老师最近有某什么有趣的新闻啊 有趣的新闻吗 有啊 像你知道吗 那个00919啊 最近他公布佩席了 而呢他这一季的佩席金额的话呢 有0.54块耶 0.54 我跟妳说现在值利率多少 这个0.54块啊 你用他5月31号的缩盘价来看啊 他的值利率高达11.3%耶 11.3% OMG 我跟妳讲我跟妳讲 这个数字吓嚇死人了 因为其他近期公布的一些高股息的ETF 在他的面前根本就是逊色了嘛 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高的值利率呢 因为呢这一档的话呢 他有纳入那个获利跟高股息的一个因子 再上这一档呢 他有收益平准金的一个机制 所以未来他整个配型都可以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啊 如果投资朋友想要参与的话 可以怎么做 想要参与啊 很简单啊 配息钱买进就好了 那所以呢 如果说投资人对这一档的高配息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来做买进的动作 那你呢就可以去享受到呢 他呢整个这个非常高值利率的一个表现 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几天就可以开始来做准备 那我们用来存的这退休金呢 这四档ETF分别代表的是 大盘指数的006208 还有新崛起的人气ETF 高息地坡00713 以及百万人气ETF 高股息00878 还有月配息的债券ETF 00772B 那为什么这四档呢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呢 新崛006208呢 他是大盘指数ETF 那我们可以预期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 不会越来越烂 只会越来越好嘛 这很合理吧 对不对 所以投资他的目的呢 是为了赚取资本利的 那00713跟00878呢 还有00772B 就是为了他的股息 还有再息 你说这样的组合呢 涵盖了市值 涵盖了股息跟债券 是不是全面都兼顾到呢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给创造共同的话题 这几档热门人气ETF 大家手上呢 可能都是会想要投资 或是手上可能都有的 因为我们在投资上啊 常常会犯了一个通病 就是喜欢跟风 当别人有这档产品啊 你觉得会要有 那这样投资起来呢 有时候会带给你一种安心感 而且讨论起来也比较不寂寞 嘿 有没有讲中你的心声 那第三个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他们有互补的 是一个效应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BETA值 BETA值代表的是 这档ETF或是个股呢 它跟大盘平均指数的 一个联动性 也就是它波动度的一个状况 那当BETA值大于1的时候 就表示说这档ETF是个股呢 它的股价波动度呢 会比大盘来的猛一点 就比较会涨 台语就是说会比较久的意思啦 那通常产业型的ETF呢 大多数是大于1的 比如说像00881啊 国泰5GETF 它的年化BETA值呢 就是1.3 那当BETA值小于1呢 情况就是相反 也就是说这档ETF或是个股呢 它的股价波动度呢 会低于市场的平均值 像吸收型的ETF 大多数是小于1的哦 大家可以看到呢 006208它的BETA值是1.20 是里面最高的 这表示说当大盘涨到1的时候呢 它会涨到1.20 也就是说它涨幅比大盘来的多 那00713跟00878呢 这两档BETA值呢 就很近视都是0.7左右 00722B呢 BETA值就0.11 是里面最小的 那表示说它跟大盘 几乎是没有什么联动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这四档ETF 他们跟大盘平均指数来看的话 分别有一个高中低 不同的联斗性 所以才会说他们有一个互补的效益 那你想想看 旅途会有这四档ETF 是不是就可以相对建构 一个比较稳健的组合呢 那我们也帮投资朋友 贴心的思想到说 你退休之后 你会想要有月领现金流的部分 006208呢 一年除息两次 分别是在7月跟11月 而00713呢 是在1月4月7月跟10月 那00878呢 是在2月5月8月11月 你想想看 你看看这两档ETF 他们的除息月份是有交错的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做搭配呢 而00712B 它是每个月都可以领的 月配型的债券ETF喔 那我们接着来看 大家最在意的绩效 在这边说明一下 我们是用这四家投信官网 他们公告这档ETF 从成立到4月30号 去做的累计报酬 然后再去计算 它的韩息报酬率 我们今天拍片日期 5月18号 那公网他只有公布到 4月30号的一个数字喔 前三档的006.08 007.13跟008.78呢 他们都有 11%左右的韩息 年轻化报酬率 表现真的不错 好那007.72B呢 只有1% 那你会说 诶 那你投资组合干嘛 当入那么低报酬的007.72B啊 休旦节 那是因为你投资债券ETF 你是为了它相较稳定的息 你不是为了它的报酬 所以规划这一档是为了之后 每个月能够有稳定的息 而且投资债券的报酬 本来就比股票来低喔 嗯要有这样的认知 所以我们以投资20年来计算 006.08 007.13跟008.78呢 我们就抓一个韩息的宁均报酬率11%来看 那我们来看看每个月存3000块 投资这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吧 你千万不要说 20年太久了 哎拜托 一个月3000块已经够五桶了 那你当然只能够拉长时间 然后去放大本金效益 啊不然你就每个月存3万块 一旦存3万块 你可能5年就可以达到啦 还有啊最重要的是 我们大多数的人啊 在职场的工作时间都超过20年 你不要觉得说 哈那么久 我跟你说时间过得很快 一下就超过20年了 所以我们是用20年来做一个平均计算 那大家看一下表格喔 假设说你每个月存3000块 20年之后呢 你大概可以有842万喔 那我们假设这期间的股价呢 就跟5月15号这天一样 那股价每天都会不同嘛 这只是假设 所以不要针对这一点就说 哎你这样计算不准啦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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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能够预测 未来每天的股价多少的话 我们这不是诈骗了吗 如果虚人讲到这边语速太快 YouTube的功能就是在影片下方 有一个像齿轮状的地方点进去 你可以放慢1.25倍到1.5倍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 我讲话太快 我也很苦恼 我已经努力在放慢了 所以如果还是觉得太快的话 拜托麻烦你安慢速度 那我们这样算出来之后 20年之后你每年可以零的股息呢 是32万8 所以算下来每个月 就差不多是可以零到2万7 这笔钱呢还不算政府有可能会补助给你的老退金 或是你有其他补助等等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够你过一个中流老人的生活呢 你可能会说 那二代剑包要扣很多钱呢 很伤 确实单一笔超过2万块以上的话 要被扣2.11% 虚人是觉得说 你不要因为在意这2.11% 而去放弃额外的97.89% 这样很可惜 而且你就把它当作你再回馈社会 你这样心里就会好一点了 那有投资朋友可能就会问说 我每个月存的钱 我信用不够存 怎么办 我会建议一下方法 第一个你可以看β值 大家看表上0073跟00878 这两档β值很近视 或许你就可以从中折一档 第一个如果你是以获利为考量的话 那你就可以参考表格上的年化报酬率 来做一个配置的考量喔 其实每个人的状况真的不一样 大家可以按暂停截或是截图 然后花个几分钟 然后想一想说 什么样的组合适合你 事实上没有绝对无风行有报酬这件事情 其实就算投资文件的ETF也是一样 我不是鼓励你要常看盘 因为常看盘的话 你就会手痒 就很容易就做进出的一个动作 但你真的还是要偶尔去关心一下 你的投资状况 这次规划的ETF组合呢 是以退休后所需要的现金流为考量 如果你想要做更完整的配置 许我会建议你可以考虑每股相关的ETF 像是00916啊 00924啦 或是00757的 我许我提醒喔 投资美股ETF它是没有涨跌停的限制喔 不过说真的 如果你投资美股大盘只属于ETF的话 你要遇到涨停或跌停 那几率也是非常之低啊 还有一点要留意的 就是你投资美股ETF啊 你不要寄望它的股息 因为它不是以配息给你为主 而是要赚取它资本利得 所以你也有这两点的认知 每位投资朋友的投资属性不同 做法自然也不同 你心目中的退休现金流组合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喔 来了我的口头散来了 投资获利三步骤 选内标记 定义订阅 那Action 就完成了 福利投资要趁早 晚年生活才很好 喜欢学的影片 帮我按订阅 支持我这个选 按订阅 而且要安全不开启喔 拜拜